中佳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我是蔡曉君 由於台灣的疫情是逐步升溫 在這裡又提醒觀眾朋友 出路時記得要佩戴口罩 並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 共同防疫 人人有責 接下來帶您來關心今天的新聞 打疫苗 打疫苗才打到一半 有員警突然身體不適 躺在地上 現場護理人員趕緊處置 嚇壞現場人 有病症 太緊張 出太緊張 怎麼一度說有吐血沒有 沒有 地點就在金融市警察局 10號下午2點多 醫護人員分批幫員警打針 卻發生了小插曲 現場一度緊張 要叫救護車 好在員警休息3分鐘之後 恢復正常 希望煮之後 開始的疫苗 您怎麼開始可以說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家煮的時候沒關 那是我本的 對啦 家煮的時候沒關 會不會痛痛的 打起來感覺 就還好就對了 沒有什麼感覺就對了 沒有什麼感覺 剛剛恐人是太緊張還是 太緊張啦 自己的問題 原來市立醫院派出了護士 到金融市警察局幫員警施打AZ疫苗 現場保持安全距離 還設置了休息區 讓員警打針完休息 證明員警一次太緊張 發生了暈針現象 好在醫護人員讓他躺下 才慢慢恢復沒有大礙 有關本文局第三組員警施打 疫苗後的暈眩 主要是打針後的那個 暈針的現象 不是打疫苗的關係 目前同仁已經沒有什麼大礙 反假休息當中 我們將持續關心 同仁的身體狀況 破例是大人 忙於疫情 這次打針完 發生暈針 還好最後有驚無險 但可把現場人都嚇壞了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 警察局第三分局男女遠景 分別身穿黑底藍色花格紋 以及粉紅色花格紋的Polo衫 展現年輕帥氣美麗的一面 這是身兼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辦事處主任的 基隆市議員楊秀玉 慶祝警察節也由衷感謝警察 維護治安和交通以及 服務民眾的辛勞 特別在嚴峻的疫情下 更要負責防疫的重責大任 因此在警察節前夕 楊秀玉特地執政警察局第三分局 所有遠景 總共170件左右的Polo衫 由分局長呂芳毅代表收下 也覺得又實用又暖心 在這個警察局前夕 特別幫每位同仁 都量身打造一件和事 然後又舒適又美觀 重點是又漂亮的Polo衫 讓我們每位同仁 在休假之餘 穿得帥帥的美美的 這邊感謝我們楊秀玉 楊主任對我們的照顧 謝謝主任 那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警察是我們的人民保姆 一直默默的守護在我們的 老百姓的身邊 那加上這次的疫情的 一個嚴峻的肆虐 可以說他們的工作量倍增 也就處在這個危險的狀態 所以我也在這邊呼籲我們所有的這些公務員 或是包括我們的一些企業界好朋友 一定要默默的在支持我們所有的這些其他同仁 包括我們的醫護警銷人員 能夠盡量的支持 大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來支持他們 給他們一個動力跟念力 謝謝大家 這也是楊秀玉連續第七年 在警察節前夕製政三分局 所有原警美人一件Polo3或是背心 向警察致敬的具體表現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嚴峻 基隆市偉軍弱勢關懷協會 在知道基隆市消防局包含各分隊 平均一天要使用100件左右的隔離衣之後 在理事長同時也是基隆市議員宋偉麗 帶領其他幹部 特地到基隆市消防局 製政500件的隔離衣 拋磚引玉 力挺第一線的消防局救護人員 也讓基隆市消防局由衷的感謝 今天我們偉軍弱勢關懷服務協會 我們總幹事以及我們會理事來到現場 因為我們在群組裡面 大家都在呼籲說一定要買隔離衣 給我們這些消防人員 因為他們都是站在第一線的兄弟 而且是個英雄兄弟 所以說應該要今天我們買了500件 給我們這些站在第一線的 在打仗的這些英雄們 希望他們都平安健康 那麼希望我們的疫情趕快過去 謝謝 疫情是非常嚴重 我想我們所有的消防同仁都堅守崗位 在這陣子這個期間 我們所有的救護工作它的量是非常高 那相對的對於所有的相關的一個防護的防疫的這些裝備 需求量也是非常大 那我在這邊也代表消防局 特別感謝我們偉軍弱勢關懷協會 表示由於隔離衣屬於一次性消耗性物品 因此疫情爆發到現在 基隆市消防局包含各分隊 一天大約需要用到100件左右的隔離衣 另外在救護新冠肺炎病患時 真正能夠保護消防隊員的防護衣 也就是俗稱的兔寶包裝 同樣是一次性消耗性物品 一天平均也要用掉8到10件左右 因此對於各界的捐贈都敏感在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之前的話 對啊 在這邊一坐的話 沒有的話 你會不會整個 都是 衣服全部是濕的 都是濕的 真的 很可怕 手不會抖嗎 手都是汗啊 脫掉手套都快滴水了 這樣就可以 對 就可以了 他坐到這邊嘛 坐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從低框進去而已 那所謂鎮壓意思就是 空氣 他空氣不會亂跑 不會亂跑 他在這裡面循環嘛 好 在理法委員蔡世英的積極協助下 與民間慈善單位 共同來捐贈鎮壓篩檢庭 這些單位呢 包括了天險公 中華無險慈善功德會 基隆市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氣管協會 羽球國際新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猛甲龍三四等單位 共同來響應 幫助他們所謂的醫療人員在檢測 相關快篩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更加方便 所以捐贈了這個 檢驗的這樣的一個防疫的檢測庭 那目前總共捐贈了五座 分別在布立醫院 然後長根醫院 基隆市立醫院 礦工醫院 還有三軍總醫院 那我們期待這幾個醫院 作為基隆的重要的核心醫院 在做相關 我們這一次 新冠肺炎的檢測的過程當中 能夠幫助醫療人員 在檢測的環境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舒適 也讓這個檢測的時間跟效率 能夠更加的快速 讓等待的我們的市民也更加的方便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來捐贈這樣的一個 快篩檢驗庭 比較先進 而且具有保護醫護同仁的鎮壓採檢庭 那是由公園院研發的 在這個疫情階段 看到各位醫護人員 為了這個疫情的努力辛苦 那我們看了很感動 所以有這個機會 我們能夠盡我們的一己之力 能夠提供給醫護人員更好的防護 把我們的疫情做得更好 龍泉宮的宋小姐打電話到龍山市來 說基隆有這個需求 所以呢我馬上就答應 龍山市董事長馬上就答應了 要來捐贈基隆這個採檢艙 雖然疫情造成了社會不安 但是看到這麼多溫暖的民間力量 來提升我們基隆的醫療資源 相信跟基隆市民一起更有信心 來守護基隆 對抗新冠疫情的威脅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長李永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嚴峻 請大家一定要做好個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滿 並且減少群聚的活動 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不必要的移動 這就是把病毒傳播鏈 斬斷最好的一個方式 防疫優先 我們會嚴格執法 加強尋查 不戴口罩就開法 口罩戴好你我都好 脫掉 是 他們暴力的 非常 在今天 這是 是 如果 那些不知 一點 多謝 我们基隆现在已经有五个栽检站 目前我们是优先提供给已经有疑似的症状 且与我们确诊公告的这些个案 或者是跟万华群聚案件的个案足迹 有重叠的这些民众来预约筛检 那预约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扫描QR Code做线上的预约 第二种就是波达快筛专线0224283844 这是采取预约制没有办法现场报名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根据中央以及基隆市政府防疫指挥中心的数据 到6月8号左右 基隆市新冠肺炎确诊者的致死率为5.4% 远高于全球平均致死率的2.1% 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发声 感谢市长林又昌带领市政府团队防疫的辛苦 但是更希望林又昌专心在基隆市的防疫工作上 不要跟临近双北市首长比较防疫的能力 当然是每一个人的作为都不是很相似 他是往东他是往西 所以我是希望说以我们自己的进度来进行 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 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书记长张芳丽进一步表示 请市长林又昌发挥影响力 向中央争取更多的疫苗 给基隆市民接种 才是缓解疫情的上策 其实在这里我先要谢谢市长 在这段时间来的辛苦 但是我也要呼吁说 我们市长要多多关心 我们基隆市民的一个生命财产 因为现在是人命关天 疫苗非常重要 以我们市长的这个中央人脉关系 应该可以发挥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能够以我们市长来向中央要这个疫苗的这个进度 要加快脚步 让人民可以安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目前新冠肺炎确诊数已经突破200例 其中确诊死亡个案有11例 致死率高于全国平均 对此林又昌表示主要是因为年纪偏大 加上多有慢性疾病 我们的年纪的确是偏高 那总平均的话 大概是77.8岁 这个比中央 比全国的一个平均 就是往生者的一个平均 还要高6岁 所以我们基隆的 这些往生的长者 的确年纪是比其他的县市 是高得多 高得多 那这是一个 年纪偏大的原因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都有 原本就有一些慢性病 比如说 糖尿病的有四位 那有心脏病死的 大概有两位 那有肝癌病死的 有一位 那有慢性的肾病病死的 有两位 牛昌表示 除了加强医疗诊治 也希望能提早找到确诊者 提早收治 因此他再次呼吁 与确诊者足迹重叠 会有出现疑似症状的市民 可以主动前往筛检站进行筛检 有出现疑似症状 发烧流鼻水 喉咙痛 臭味觉丧失 或者全身酸痛 还是你的生活的足迹 跟我们公布的确诊个案的足迹 或者是这些场所 有所重叠 觉得自己有风险 想要筛检的民众 都可以透过预约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透过扫这个QR Code 进行线上的预约 或者是拨打快筛的专线 因应确诊者长者致死率较高 牛昌也透露 基隆疫苗快打计划将推升级版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 美区将不只设立一处快速施打中心 本来是一区一个快打中心 我们现在可能一区 不只是一个快打中心 我们可能会多设 那现在思考是因为 75岁以上的长辈行动不方便 那如果要跑很远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奔波实在是也没有必要 而且75岁以上的长者 可能还需要家人的一个陪同 所以我们现在一区 可能不只设一个疫苗的一个施打店 我们可能会更多地方来做这个设置 另外金融市6月10号新增12名确诊者 其中一位是仁山路全家便利商店店员 这家店目前已经暂时停止营业 还有多位属于护理之家住民 另外细子工业公司确诊的检验员 4名家人也都染疫 这是60多岁的护理之家的住民 他是案9039以及8787 还有12168 他们三位的室友也是同寝室 那他们都是一间房间有四名的住民 那本来就是红区的高风险的接触者 那他在6月1号的时候是PCR采检是阴性 那现在因为我们执行护理机构加强版的管理准则 那我们是在第0天第7天跟第14天会采PCR的筛检 那他是在我们的加强版的管理的这个执行的里面呢 去筛检出来的 刘二昌也公布6月9号两名确诊者足迹 提醒由于确诊者足迹时间及地点重叠的市民 千万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记者张启燈金融报道 来到华山街 市人府紧急在前一晚架设了管制站 民众进入都要实联制 查看身份证尾数 实施分流措施 不知道今天实施是不是 什么时候 之前还没有 啊怎么办 回去再拿 有的民众一头雾水 原来成功市场摊贩染疫人数增加 被迫二度暂停营业 担心买菜人潮会转移到距离200公尺的华山街市场 市长林悠昌下令 10号开始华山街两侧设置管制站 进出一律十年制 这样是比较安全 对啦 但是对我们生意轮是不好 我们当然要轮多啊 生意好啊 人少很多 但是问题这样比较好啊 怎么说要少很多 对啊 人进来少很多 在华山街这个人潮聚集比较多的市集 这边有架设人流管制站 主要是因为这边的摊商 自治会这边表达对于防疫工作 相当大的配合的意愿 那所以我们就来做这样的管制 那今天大家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有管制车辆进入 那所以说给行人买菜的民众 有最大的空间 维持人流的动线 金融市议员张方立及同志委 一早前往华山街一带 关心实施分流情形 我们传统市场的原因 因为传统市场它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用这种公街的方式 来抵制这个病毒的入侵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也希望说民众大家一起来配合 那个店家也一起来配合 让我们的身心都能够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这边是我们基隆非常 还有一个大台的别区南北货 收集货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所以我们非常担心 市政府也非常担心端午节 假日到来的时候 会造成大量的采买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实施管制 那当然要感谢我们市政府 区公所还有警察局的配合 同样10号暂停营业的仁爱市场 前一天傍晚 摊贩开始收拾生材器具 自行整理消毒 下午6时起 休市14天 那目前我们修市的进度都已经完成了 那摊商也会自主的 先就自己摊位的部分进行清掃 环保局10号上午 针对仁爱市场外围地区 展开消毒工作 希望全力阻绝疫情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从孝二路到孝三路间 在城隆庙前的中一路人行道 包含四座公车后车亭 都已经被施工围离包围 这是金融市政府的 中一路人行空间改善工程 除了环境改善 还包括公车后车亭诊病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那个中一路上 城隆庙前面 那我们现在大概会进行的 就是从孝二路到孝四路 这一段的中一路人行路廊的改善 那改善的内容包含铺面的诊修 以及设施物的诊病 那目前看到以 那个孝二到孝三这一段来讲 因为在上面的公车后车亭是属于比较老旧的 那我们大概也会进行一个整并 将原本是四座的公车后车亭整并成两座 那在人行道上方的一些设施物 也会一并来做一个整理 那包含束缺还有一些便利箱等等的设备 会做一个完整的改善 另外人行道铺面也将从原本的洗湿制 再换成高压砖 避免因为天雨湿滑威胁来往行人安全 有关铺面的部分 我们目前采用的那个形式是属于洗湿制的形式 那因为洗湿制在天雨的 天雨比较频繁的这个基隆 会比较容易湿滑 所以我们未来会把它改成一个高压砖的形式 来提高它的繁华系数 则工程工期大约60天 预计最快在9月底完工 施工期间 四座后车停包含102和平岛线 501国家新城线 及502建德国中线等 11条施工车路线站牌 将暂时改到校二路85号前停靠上下课 等中一路人行空间改善工程 完工后再迁回原址 提醒搭车民众注意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若是族群生活困难 生活有一餐每一餐 在疫情肆虐之际 更是雪上加霜 社福活动皆停拜 地方组织万华社区协力联盟 为了持续关怀生活困苦的人 联合外送平台提供送餐服务 现在应该需要帮助的人也蛮多的 对那我们做便当的 其实用这些实际 我们自己最在行的 会做便当的这个东西 去做一些 给一些需要的弱势团体这样子 透过副市长 黄山山副市长的助理 结合了复兴空除 然后来提供这些没有办法要需要送餐的个案 所以也在平台里面有一些这些社福团体 然后就把他们的个案需要的 甚至还有里长那边有需要的 现在好像已经都送到一百多个 每天送一百多个 然后透过那个送餐 那可能跟快送平台 可能跟快送平台有一些连结 然后连结以后就是 就是由快送平台帮忙送餐 考量弱势民众的民生需求 民间机构创联社福单位 找到爱心企业响应 台北市副市长黄山山办公室 协助资源统筹 再由计程车车队和外送平台 送到弱势民众家中 满满的爱心 期盼能在疫情期间多点温暖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各式各样的毒咖啡包 在嫌犯车上搜出将近八千包 刑事局经过数个月跟踪搜证 掌握贩毒集团位在大同区的分装场所 一举破获以灵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 逮捕四名嫌犯 那经过专业小组 数个月连日的跟踪搜证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 不断的在更换所使用的车辆 那意图制造断点 来规避警方的追查 那我们也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疑似将 大量的违禁品都敞放在这个车辆内 那专案小组也不断的来变更跟肩的方式 以及相关的技巧 那终于掌握犯贩的行踪 以及掌握他们的一些犯罪证据 那在5月29号 在这个台北市大同区 两处停车场内 发现 贩毒集团所停放的车辆 并立即在车上 查获 共约7906包的毒品咖啡包 以及相关的仪式毒品的负名粉末 等证务一批 那同时也 拘提 零性嫌犯等四人 盗案 那这四名 犯贤 也业经这个士林地检署 向法院伸压货者 警方表示疫情紧张 警力吃紧 犯罪集团 竟趁机贩毒谋取暴力 且由于毒咖啡包 试用者 多以群聚吸食为主 一旦流入市面 恐成为防疫破口 索性及时阻断货源 而止吸毒衍生的染疫危机 记者综合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祝您一切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既有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既有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送回来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 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您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异常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